写明中华民国是矮话自己 但是国民党自己也反击了 蔡政府有胆就用中华民国 甚至是台湾的民意 来申请加入CPTPP 至于入场券 是不是要先开放日本核实进口 经济部也说 要先跟日方谈判之后才能知道 台湾到底用什么名义加入CPTPP 民进党嘲讽国民党 回复给习近平的电文 没写到中华民国 蓝军开炮 你民进党为何没胆用国民加入CPTPP 而要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 不需要在这边 做一个比较不同的 国际上已经了解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东西来申请 海基会没有写民国几年 然后这一次的国庆 它叫台湾National Day 没有写ROC 只是用了斗争用的 这么重视主权的话 这么重视名称的话 它就正式中华民国 或者有胆就用台湾加入 台湾申请加入CPTPP 但外界执意要付出的头期款 就是开放日本核实 但就算台湾吞了核实 真的就能加入CPTPP吗 这个入场券的谈判问题 会不会是在日本的 胡岛五线食品的进口 这个其实是谈了才会知道 会需要谈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吞核实和加入CPTPP 是不是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还是未知数 但唯一确定的是 加入CPTPP 第一个把零关税实陈延长 第二个能排除零关税的 全部尽量保护住 台湾要加入CPTPP 到底得付出多大代价 又能得到多大利益 蔡政府始终没说明白 就怕此刻急忙喊加入 是为了汉大陆赌气 记者杨七号虚光豪SNG小组台北报道